晚上七点,少人医院的面试接着进行,陆志拿到的号码是第一个,他趾高气扬地看了眼那些硬聘者走了进去。 面试室里有三个面试官,人力资源部主任和两个专家医师。 我已经准备好了。 陆小姐,麻烦等一下,还有一位面试官没来,需要您再等几分钟,您先喝杯水吧。 还有一个面试官,是院长吗? 不是,是让少人医院起死回生的神医,不知道陆志小姐有没有听说过。 就是那位将第一医院神医也束手无策的病人救活了的神医。 人力资源部主任点了点头,超级骄傲。 七点零五分,脚步声响起,面试室的门打开了。 我就说你刚才怎么一声不吭的,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 怎么,以为进了这里,就能破坏我的面试了? 陆志又转头,很烦躁的样子。 我们等的不是神医吗? 他来什么意思? 你们就要这么没有水平的应聘者? 人力资源部主任,却是根本没理他。 他猛的起身,带着凳子都动了,态度很恭敬。 英小姐,您来的正是时候,位置在这儿,您请坐。 英子京很少,在最中间的位置坐了下来。 陆志小姐,这就是我们少人医院的神医。 你们是已经见过了吗?